大家好 这节课和各位分享一个临时解决方案 什么解决方案呢 是wordpress和插件的解决方案 wordpress.org是我们经常用的 我每次都是建议大家到这个网站去下载它的原码 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原码是最新的 而且是干净的 但是最近这几年 打开这个网站经常出现429错误 开始我也没太理会 觉得可能过几天就好了 但是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以前可能刷两回能刷出来 今天我试了一下 刷十回甚至刷二十回可能能刷出一次 三次出了一个 这算是不错的了 然后除了wordpress原码之外 还有它的插件 我们在安装插件的时候也出现了问题 还是这个错误 第九次出来了 但是多刷了一次 第四次出来了 出现这个问题 用翻墙还无法解决 和不翻墙的几率是一样的 暂时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那怎么办呢 我从wordpress.org官网下载了当前的wordpress的最新版本 放到网盘上 方便大家下载 除此之外我还下载了一些插件 这些特色插件和流行插件 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八字好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三好了 这些插件基本上我用到的都下载了 以前很简单 但是现在很麻烦 因为每次点击都会出现 四二九 就算这个插件刷了半天 能刷出来 即便是刷出来 然后点击下载 还有可能会出现四二九 总之下载这些东西也不太容易 希望能帮到一些朋友吧 这种报错不知道能延续多久 希望它尽快结束 在没结束之前 大家可以从我提供的网盘里 下载官方的wordpress 和官方的插件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网盘都有什么东西 我是在2019年10月28号晚上下载的 wordpress是5.2.4 之前还有两个4.8.1 一个中文一个英文 这两个是可选的 我们再看一下插件 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些插件的用途 这个是反垃圾信息的 这个是SEO相关的 这个是备份的 这个是缓存 压缩提速的 这个是经典编辑器 好小 只有18KB 这是CF7表单 这是复制post 就是复制页面 复制文章的 这是elementer 我们可以理解成为 这是一个编辑器 这是谷歌setmap 这是做跳转用的 这是生成缩略图插件的 这是SG主机的插件 这个应该是备份的 这是谷歌字体替换的 这是W3TC缓存插件 好久没用过这个插件了 这是常见的WooCommerce 这是SEO插件 这是猎豹的缓存插件 这两个是SMTP的 一个老版本 一个新版本 这是SuperCache 这个不是来源于 官方的WordPress 是我之前找的一个 有道翻译的 现在好像不能用了 说说怎么下载 我把网盘地址打到屏幕上 大家可以直接敲网址 如果不愿意敲网址 我会把网盘地址 放到WordPress基础课里 搜索achat 可以找到这里面 有一个基础见证教程 是免费的 现在还没加 我会把当前这个课时视频 加到目录里 我加到其他这个章节 最后一个 比如打开一个视频 在视频的下方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资料下载 我会把网盘地址和密码 放到一个文档里 大家可以从这里下载 然后打开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好了 这几颗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见 我会把网盘地址 Tin 放到这里啦 我会把网盘地址 我会把网盘地址 所以就会把网盘地址